变频空调和定频空调的区别 购买空调时我们经常会因为购买变频空调还是定频空调而犹豫不决 那购买空调的时候到底选择变频空调好还是定频空调好呢 首先买空调时作为用户最直观的就是看它的价格和制冷效果 变频空调的运行能力要强于定频空调 所以变频空调制冷效果明显快于定频空调 实际上变频空调与定频空调的能量消耗差别就在于节能效果的强弱 变频空调是由其内部的变频器实现节能的 变频器的运行速度可以根据室内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从而达到运行速度理想化 而定频空调的变频器会在室温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停止运行 当室温再次升高时继续运行 所以定频空调不停的停止和运行 能量消耗就会非常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